想减肥或者是正在饮食控制 难道就不能好好享受聚餐吗 你知道聚餐前饿肚子 就让你更容易胖吗 美食当前一生也忍不住啊 大家好 我是吃享受美丽兽健康兽的老医师 怎样不让聚餐影响减重 我的建议就是 吃 从聚餐前吃到聚餐后 只要跟着今天的影片 老董怎么样选择吃出去的食物 就能够放松享受美食 我们就来看看 聚餐的前 中 后 该怎么吃吧 开头有提到 聚餐前饿肚子只会更容易胖 为什么呢 肥胖生理学有一种说法 经常饿肚子会让身体进入饥饿状态 代谢率会大幅下降 以减少身体对于能量的耗损 这时候 大脑对于脂肪所分泌的饱足荷尔蒙 受体素 Leptin又称为瘦素 会产生了一个抗性 所以会感受不到 脂肪的存量其实已经足够的讯号 只会不断兴起到处去搜寻 食物的欲望 以补足流失的能量 一旦进食 处在饥饿状态的身体 便会开始大量分泌合成荷尔蒙 胰岛素 于是这个人 就会变得 更胖 更容易胖 一吃就胖 所以 千万不要透过节食减重 也别想要吃大餐了 就可以饿着肚子 记着老吴医师的七字诀 每日吃足不吃银 餐与餐之间不要吃零食 让每天的用餐时间都固定 而且食物的比例 以及进食的顺序都要正确 这样就能够有效减重 接下来 就进入最关键的大餐环节 这部分 老吴医师会分成 食物挑选的原则 正确的进食顺序 正念饮食三个方向 来帮大家画总饼 食物挑选原则 老吴医师会建议用低糖饮食 加上蛋白质杠杆润的饮食策略 去挑选 他们的特点就是能够延长饱足感 当你觉得饱了 大餐再怎么美味 也就没有这么诱惑了 至于怎么挑呢 第一 选择食物纤维质高的 纤维可以延缓血糖上升的速度 但是要注意 打成泥或者果汁 GI值就会大幅上升 例如水果打成果汁 水果的纤维质被破坏 果糖会快速地被释放 一直吸收 第二 选择食物结实度高的 如果你还暂时借不了碳水化合物 这时候就可以考虑 选择较结实的种类 像是全麦面包 这种扎实的面包 就比白面粉制作松软的白吐司 要来得更优质 第三 选食物精致度较低的 除了保有原型食物外 较粗糙 低加工度的食物也是可以的 高精致度的例如 白米 白糖 白面 精致300 要优先避免 一样吃饭 糙米饭就比白米饭要好得多 另外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同一个食材的GI值 也可能会改变 像前面第一点所提到的 打成泥或者是打成果汁 都有可能会影响GI值 这边老医师也提供三个挑选的重点 第一 选食物糊化程度较低的 避开那些不太需要咀嚼的稀饭啊 面馅啊 浓汤之类 那就对了 第二 选择清蒸 避免高温油炸 食物料理方式也会影响GI值 一般而言 清蒸和水煮的GI值比较低 油炸和煎炒类的GI值相对就比较高 像是地瓜 虽然是优质淀粉 但是做成炸薯条之后 它的GI值就不低了哦 第三 选择水果成熟度低的 比成熟度高的来得好 水果的GI值会随着它的成熟度而递增 一根中型的香蕉 纤维量约有三公克 其实纤维量并不低 但它还是青黄色的半熟状态 属于低GI 但是等到它完全变黄 它就是中GI 当它的表皮开始出现黑点的时候 那就变成高GI了哦 其实进食的顺序 会影响血糖上升的速度 建议必须先吃蛋白质 然后再吃菜 吃消化较慢的蛋白质食物 再会不停留时间较长 也能够增加我们的饱足感 高线的食材会延缓血糖上升的速度 同时也会增加你的饱足感 也能够促进你的肠胃蠕动 颧骨 跟筋类 白饭等淀粉类的食材 放到最后再吃 除此之外 其实 天然食材里的脂肪 不只能够让你的食物风味更佳 也能够让你更有饱足感 很多大学研究也显示 脂肪吃得越少 死亡率越高 甚至连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也跟着大幅提升 最后 正念饮食 除了能够细嚼慢咽 好好品味每一道食物的味道 避免暴饮暴食 也是关键 像我们平常吃饭的时候 不是滑手机 就是看电视 吃饭总是无法专心品尝 再加上赶时间 可能不到十分钟 我们就把所有东西吃完 这种无意识的进食 很容易造成你根本不知道 自己吃了什么东西 吃进过多的热量 不自觉地越吃越多 一般来说 大脑需要至少二十分钟 才能够意识到 你已经吃饱了 放慢进食速度 有助于大脑 接受到足够的保持讯号 其实 饥饿是可以分成 生理和心理 两种层面 生理的饥饿 也就是身体缺少能量 所引发的饥饿感 是属于真正的饥饿 而心理上的饥饿 它是一种心理的渴望 可能是被一种 诱因所引发的饥饿感 也可以说 是一种情绪化的饥饿 比如说 太无聊 压力大 忧郁 等等的情绪 外在因素 会造成你不断的进食 是一种假性饥饿 正念饮食 其实是一种 很重要的训练技巧 放慢进食速度 清楚地觉知 目前进食的状态 细细地品尝食物的原味 有一个研究 找了18位肥胖的女性 进行为期六周的 正念饮食冥想训练 发现 它暴食的频率 以及严重程度 从每周的试次 降到每周的1.57次 简单来说 正念饮食 可以帮助我们学会 放慢进食速度 享受当下 让大脑正确 感知到饱足感 避免暴饮暴食的情况发生 聚酸结束 除了上面提到的 几个重点之外 老无医师会推荐 211餐盘 作为后续饮食调整的选择 老无医师要强调 正常不等于健康 如果以前正常吃会胖 那代表 以前那是容易 让你变胖的饮食 当你好不容易瘦下来 减重成功后 再吃回以前的正常饮食 那当然 还是会负胖哦 以上就是老无医师 帮大家整理的 聚酸攻略 压力本身 就是一个肥胖的很重要原因 所以 想要减重 或是正在饮食控制的大家 老无医师的分享核心 是在教你 如何借助正常的生理反应 达到不要过度进食的目的 有意识选择持续续的食物 配合聚餐 调整饮食计划 适度放松 减重会更加有动力和效果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想要获得更多健康的资讯 可以订阅 按赞 分享 我是老无 无名猴医师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我是老无医师 我们下次影片见啰 拜拜